这个扇扇子 最重要的 就是心意 如果我要是没有感受到 一股用心的良意呢 可能就没有精神给你解决了 瑶瑶瑶 我把我最珍贵的爱心 都注入到扇子里了 你有没有感受到啊 去 拉倒吧 就你那点爱心论金脉 也就两文钱 你别关顾着说它 你赶紧把酒给我买上 这么说 你真的知道我男神伯爷锦行 在哪儿了 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我 更了解你的男神伯爷锦行的行踪了 江梦主 京风物受害人的尸体就在此处 可否让我们看一下老物主的尸体 我们找到了重要的线索 应该就在老物主尸身上 中间那一句便是老物主的尸体 将蒙主自便 好 怎么会这样 老物主的尸体去哪儿了 看来有人比我们抢先一步 教主 事情已经办好了 下去吧 是 没想到这个江青流如此聪明 这么快就找出了破绽 幸亏这次咱们出手快 不过 有他们在京风谷 始终是个麻烦 谁留下的烂摊子 就让他自己去写学吧 十一年了 黄粮一梦啊 就要走 你一个女儿家 跟我们一块儿查案一定很无聊 回来的路上 我们恰巧给你带了一只兔子来解会儿 这兔子这么嫩 口感一定不错 这一污渍的 全是酒气 本尊饿了 又没有腌制完 只能先喝点酒 惦惦了 什么时辰了 已经过了卫士了 不好意思 我忘了 酒 怎么样啊 你们去查看尸体的结果如何 有查出来是河门河派啊 那就是一无所获了 我们去的时候已经晚了 老屋主的尸体被人调包了 在衙门里的尸体都被人调包了 看来这帮人来头不小 只是可惜 好不容易找到的线索又断了 给 酒 快快快 这下你们可有麻烦喽 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这说风料话 其实呢 办法倒不是没有 你轻点 轻点 轻点 什么办法啊 说了能加顿宵夜吗 那就要看你的办法管不管用了 隐蛇出洞 隐蛇出洞 如何隐蛇出洞 从今天的事情上来看 他们现在就一定隐藏在金蜂雾的附近 暗中观察着你们的行动 出来 想要来回来 撤下 不会 你要去啊 你很难 温哥 你这个人可真是死脑筋 没有证据 我们就创造证据啊 事在人为嘛 这不等于欺骗武林中人吗 我的江大盟主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兵不厌诈 江兄 我觉得小嫂夫人这个方法 可以试一试 我同意宫舅说的 那就算 我们用了这些方法 但他们会信吗 你说自然是有人不会信了 可是有的人说 就不一样了 你们都看着我干嘛 这些方法员 咱们有没有 东西 不有 人有尊敬 你都不想 兔带兔 说到兔子 你的那是兔子跑哪去了 外面考着呢 你